金先生是长沙公园里社区万科里金玉国际小区的住户 前天一早 他的母亲带着家中的爱犬到小区遛弯 不料回来之后 狗狗突然出现了抽搐 口吐白沫症状 最后死亡 金先生觉得这事很蹊跷 于是沿着遛狗的路线就寻找 意外的发现了塞有白色药片的香肠 所以他就怀疑爱犬的离奇死亡 跟这些藏药的香肠有关 从小区五栋一楼大厅的监控视频显示 昨天早上六点半 金先生的母亲牵着爱犬下楼溜弯 出去呢是有牵狗生的 金先生随后给爱犬喂完狗粮便外出上班 四十分钟后 母亲打电话告知他爱犬出现了呕吐现象 来电话说狗好像不太正常 就是开始吐白沫 而且里面带雪 我就开车往家里赶 九点二十分左右 我妈电话跟我说 狗开始在家里面就开始疯跑 然后开始倒地上就开始抽搐 还没有等到金先生赶到家中 爱犬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回到家的时候狗已经僵硬了 对舌头在外面 舌头是黑色的 金先生怀疑狗狗误食了什么东西 于是按照母亲遛狗的线路寻找线索 没想到在小区一栋绿化带的围栏边 发现了数段香肠 里边还塞有白色药片 是沿着那个红色的跑道走过去的 走到那个地方呢 那个香肠就扔在路中间 就是在楼梯和那个路的交接口 大概地上有两三块 还有散落的药片 然后有一块是塞在墙缝里面 露出一个头的 然后其中有一块是只有药片 有一片药片散落而没有香肠了 所以我就怀疑可能是那一块是我们家狗识掉的 业主猜测这是有人故意投放的香肠 而药片跟网上传闻的 诱杀流浪狗的一烟井十分相似 如果真是如此 它不仅危害宠物 也会对孩子造成威胁 论坛或者是某些公众号 就有发出这种关于一烟井 怎样来投放 太恐怖了 不仅对狗对人也有生态 金先生已经将可疑香肠 进行了统一收集 这些藏药香肠到底是谁投放 大家觉得负责小区安保和卫生的物业 应该给业主一个解释 对媒体查法 那你找一个人 对 你留下来一些方式查法事件 消费 目前金先生已向当地派出所报案 警方正在介入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